戴上眼镜终于看清前方视野 眼镜行摆着满满镜框 任你挑还得配不同镜片 价钱落差实在非常大 那两千多吧 我觉得蛮舒服的 蛮好的 这支要两万多了 因为那个镜片贵 是有点太贵了 一定我觉得有点贵 几千块真的都是小case 一名网友分享 旧眼镜戴了五年想重新配 没想到光是镜价就要四千多元 定制镜片更超过一万元 整副配下来就喷了两万元 而她的女友更夸张 想选薄的镜片 价格直接飙到两万五千元 两副四万多钱拿去买iPhone 绰绰有余 网友都说根本是超大盘子吧 配着价钱不如去做镭射 但也有人觉得 配过一副一千多元 戴起来很不舒服 镜片的这个费用 可能每一个光学的设计厂牌 它会有所不同 并不是说贵的 你戴起来一定是会舒服 镜框也是很重要 因为是把镜片固定在 我们的眼睛上面的 眼镜价钱大不同 就看民众怎么挑 像是中等价位眼镜行 一般金属框 一千到六千元都能买到 想升级比较轻 又不易断的钛金属镜框 价格就从三千元到两万元 想要视野更广 选择非球面镜片 至少往上加一千 防蓝光也得加一千二到两千四 近视太深 怕镜片太厚 七百多度的人换薄镜片 又要多花三千到五千元 就怕预算报表 不少小资组 投向日系评价眼镜 挑完喜欢款式 再由专人艳光 艳度数 标榜30分钟配到好 但医师提醒这时就要注意 是否合适 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 他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 是用不同的镜片 去给他尝试去验配 度数没有办法验正确 眼镜多少钱合理 大家各有考量 但不论款式或功能 戴起来舒服更重要 记者黄明君 台北宣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